1号傍晚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关于当时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8名三部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同报称近期我是部分医疗机构 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 示威建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 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 在网络上发布的情况下 在网络上发布的转发不实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 已经传犯8名为调查核实 并依法继续进行了处理 同时警方提示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 应遵守法律法规 对于编造 编造 散播 散播谣言 扰乱社会制式的违法行为 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顾息 希望广大网民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网络是法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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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时希望有102次是网络的不问货帆 它是一货 带倒广战 这 tema发布放设计 对于 边倒 对于 边倒 再放在此 然后 给 代理 发 시다 经 网绘 历 希望 导致 希望 访继 我们多做不取 真心 教你 把不要过 将军 和带走 真心 传道 共同绵 结成续 清宝的